大家好,我是艾克札德 先來說明如何觸發 方法是要先選一個藍圖 然後找實體來組和成群組 但是不要製造 要很快按B後Y 當按Y出現藍圖選擇時 再按一次A 就會在沒有開啟藍圖的狀態下自動拼出群組 不過沒有膠水黏合 要取消的話再用一次藍圖即可 那應用法呢? 第一種應用是浮空飛行 用面積大的物件比如木板比較好觸發 方法是找個斜坡或強力 把群組擠到零刻頭上 接著使用風天術上去 就能水平飛行 離群組中心越遠飛越快 跳躍或撞到斜坡時可以上升 但是要注意沒有下降的方法 所以最後還是要契機 第二種應用是浮游武器 需要注意的是在最後一次黏合武器時 群組的角度要喬好 因為藍圖會記下我們最後一次黏時的角度 也建議武器離遠一點再黏合 不然離我們太近會擋路 用光使之幅空後 由於沒有膠水 所以只能一個一個啟動 就使用性來講其實不太高 帥就完事了 因為武器只有一種角度 也不能自由調整高度 一旦被地形擠到上面去 就打不到下面的敵人了 裝模像也沒有辦法自動轉向 因為沒有膠水 就擊手也擁不到 也許有提高浮游武器使用性的方法 只是我目前沒有想到 大家可以發揮創意試試看 第三種應用就很有實用性了 就是搬運物品 比如搬雅哈哈 因為它與其他物件黏合後 可以存在藍圖中 就不用放在靈克正在操控的載具上 也就是沒有重量影響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遇到比較複雜的地形 雅哈哈可能被地形擠到看不到的地方 這招也可以應用在搬運神妙水晶或其他道具上 只要藍圖有辦法記錄都可以 不過建議運用前還是要先存檔一下 以免要搬的道具不知搬到哪裡去了喔 好